孩童排排症量身高 怎麼孩子總是比人矮一截 還不只輸給同學 根據官方資料統計 發現台灣學童的平均身高 已經連續十年都輸給日本 那分析下來 很可能是他的飲食習慣 跟台灣不大一樣 其中一個就是他們的所謂的 日本的學校幾十法 很可能在幾十法裡面 因為他從1964年開始 規定讓孩子認真的喝鮮奶 造成了身高的差異性 醫師指出 因為台日飲食教育的差異 導致台灣學童總是矮人一截 而根據研究也發現 每天喝兩份以上鮮乳的男童 身高比喝一份的男童還要高 從小養成的飲食教育 也讓日本學童的平均身高 每年穩定攀升 我們發現這一群外食的家長 所照顧的小朋友 他們每天有喝到1.5杯鮮乳 這樣子的一個比例 其實是掛蛋的 營養師也強調 建議孩童每天應該攝取 800到1000克的鈣質 也就是相當於兩份鮮乳 而市售鮮乳眾多 營養師建議 可選擇有國際獎章認證的鮮乳 更有保障 謝謝新聞想玩您台北報導